这个瘸子非要和一个纸人睡觉 大白天的抱着一个红纸人在街上晃荡 算命先生告诉他是大兄 二瘸子不服 让算命先生给他算一挂 问他能不能算出来他什么时候娶媳妇 他拿起笔 在纸上一画 写了一个一字 纸还没握住 就被风吹到了旁边的肉库 盖在一个匕首上 此时正当有时 夕阳西下 只张下面是把匕首 一加夕阳的西字加一个匕首的笔 刚好是个死 算命先生说道 什么时候娶媳妇我不知道 但你眼瞅着是活不成了 二瘸子不信心 抱着纸人回家 和纸人一起吃饭 给纸人倒酒 他嫌弃纸人没有眼睛 便咬破自己的手指 给纸人点上了两个眼珠子 夜里 他抱着纸人睡觉 夜里睡着了还叫纸人老婆 万万没想到 纸人竟然答应了一声 夜里突然电闪雷鸣 二瘸子发了疯 换了一口酒 只见窗外纸人竟然站了起来 一步步往房间里踱步 深更半夜 众人被吵醒围在了瘸子门外 等到进门一看 我的天 纸人拿着一把匕首 正插进了瘸子的脑袋 这三个人非常奇怪 全部脚尖点地 掌柜听到声音开了门 竟然没有发现 三个人的面色异常 带头的脸色苍白 蜗脱脱的一副死人脸 有事啊 人死不挑时候 走得及 做口罐 一听有声音 掌柜将三个人请进了门 更怪的是这三个人没有打伞身上却一滴水都没有 碗菜铺的门无风自动 掌柜的询问是指生态样貌 带头的抬头瞅了一眼掌柜 说就按照你这个身材做 用上好的棺木 朱砂上漆 掌柜的拿起一个骰子 往碗里一丢 一四五 要架一百大洋 扔出了三十大洋做定金 大雨倾盆 谈妥之后三个人却赖着不走 非要在这里耍钱 掌柜的心仰难耐 加入了赌局 就在这时 阁楼下来一个女人 她看得清清楚楚 这三个人没有影子 听见动静带头大哥回头一看 露出了满嘴的黄牙 第二天清晨 一个算命先生路过桃水河 一眼就看出了掌柜命不久矣 掌柜的告诉倒是实情 死人都敢做 她询问掌柜的输了多少 掌柜的说 拿了三十块大洋 输的只剩下一块 算命先生一拉掌柜的手 手心一道血槽 他那临头 时事不多了 掌柜的跪下来求救 先生给他指了一条道 让他今晚就躲在棺材下面 死人身体僵硬 找不到他 自然就没事了 掌柜的照做 等到夜半三更 三个死人果然找了过来 掌柜的吓得捂住眼睛 再一抬头 三人就到立在眼前 当天夜里 有人看见掌柜的就站在井边 对着一口井痴痴的笑 第二天天刚亮 就有人发现 掌柜的死了 头朝下 用井绳活活勒死 可怕吗 可惜世界上哪有什么鬼神 不过是怪力乱神 原来掌柜家阁楼的女人是他捡来的 说是当女儿 实际上半夜用树条子鞭打 随后更是不堪入目 女人怀了欲 她心一横 给酒水里放毒 毒死了掌柜 随后挺着大肚子 将掌柜的头用井绳缠绕 随后填了紧 后来 这女人接替了棺材铺 外号和仙姑 说是会给人算命驱邪 这故事 自然也是和仙姑下编的 可说来也怪 从那以后 这个镇子就成了一座鬼镇 只能进 不能出 只要有人往处跑 必定暴毙而亡 这帮人正在围观别人鞠案板 咔嚓一声 木头断开 里面竟然倒出了大量的血水 腥臭无比 女子低头一看 一个怪物窜天而起 竟然是一只百足蜈蜈 小伙子眼几手快 抄起一把剁肉刀 一刀甩过去 将蜈蜈一刀两断 从蜈蜈的身体里 竟然掉出来一颗内丹 可刚捡起来 就被女子顺手抢走 女子名叫荷花 是荷仙姑的徒弟 而这里名叫阴阳镇 只能进 不能出 因为出镇子的必经之路 有一个姥姥庙 镇上有个打快板的老疯子 下地干活回来晚了 路过姥姥庙 天下大雨路太滑 他就躲进了姥姥庙 可一进庙 就憋不住屎 裤子一脱就地解决 电闪雷鸣 老疯子吓得哆哆嗦 他总感觉庙里的姥姥转头看他 他连忙想要擦屁股 可周围连个石头都没有 就在这时 从屁股后面伸出来两打指 一堆白指 一堆红指 一个声音不断地问 你要白指还是红指 他撞起胆子问 白指红指有区别吗 就这样 老疯子被当场吓风 两个小伙子不信邪 镇上的老先生也大骂歪门邪道 还吵着要去和仙姑那里呢 可怪事就发生了 老先生刚坐下 拿起放大镜看书 突然 平时好好的书被点燃了 大火瞬间包围了老先生 青天白日的当场暴毙 众人都以为是遭了报应 很可惜 子不与怪力乱神 哪里有什么鬼怪 是镇掌和和仙姑密谋的阴谋 他们想要做镇子里的土皇帝 于是编造了阴阳镇 只能镜不能出的鬼话 老先生坐在那之前 就有人给他衣服里撒白铃 路过的面粉车 一半是面粉 一半是白铃 老先生平时看书用放大镜 一点点高温 而镇上的瘸子 定做的纸娃娃也是出自和仙姑 和仙姑给娃娃嘴上涂满谜换骨 夜里 瘸子抱着纸娃娃亲嘴 食物中毒 才引发了一系列离奇诡异的事件 至于纸人 自然是有心人故意为之 用来蛊惑人心